大家好 今個禮拜點數上波動性相當大 但整個禮拜總結還有100點左右升 但當然點數的波動其實今個禮拜沒有少過 最處決於美國方面的債息有問題 聯儲局主席白威爾在講話後 亦沒有任何對債息的干預或相關行動 令到市場方面比較悲觀令債息再扯上去 其實看到科技類股份 其實震盪暫時還未完結 維持一個比較大家觀望的形態 而上星期也提及過近28,500 都是重要的一個防守位置 除了上星期是一個50天線之外 亦是在上星期12月底的時間 我們開始發力衝上來 接近26,000的位置 計及到近期高位31,000多 其實回調0.6、0.5 其實是在28,500、28,600的位置 所以這些位置亦是今年的低位 其實防守的能力比較大或疑似比較重 假當失守可能要進一步 將支持位在下移到接近28,000的位置 但當然我們現時還有另外一個期望 就是兩會期間 因為兩會期間 我相信內地股市都偏向一個維穩狀況 亦都會向市場方面釋出一些不同的正面訊號 所以令到港股有另一股力可以托上去 所以暫時港股有機會托上去 阻力位是維持在20天線 29,800至29,900附近 其實今個星期曾經觸碰過 亦是測試過 但站穩一天後就下來再托下去 所以現階段 科技股脫險情況或調整情況未曾完結 因為債息始終反覆偏強 而資金當然現階段流向一些傳統類的股份 銀行股亦成功在今個星期吸金之列 所以現階段 銀行股可以繼續用來做持倉或鎮倉的活動 而科技股當然若果債息若果再次在隔晚的時候 因為往往飆升最快或動動最快就是美國時間 若果有機會債息抽升時 科技股有機會低開到期時才做短線部署 這也是超線算部署 除非債息有機會隨隨便落到1.4樓下 可能戒號才會鬆綁 令到資金會再次留在科技股板法身上 中文字幕志祥